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战昨天展开首日争夺 中国女排对阵第一个对手波兰女排 第一局打出气势的女排姑娘们以25比18先赢一局 然而由于失误及遗传方面暴露的问题 中国队连输两局波兰队反超局分 尽管第四局女排姑娘们顽强的扳回一分 但是决胜局当中的中国队以12比15丢掉关键一分 总比分2比3负于波兰